《國情講情》 歡迎收看《國情講情》 今集我們講一些比較跟我們黨有撤身關係的事情 就是這個外傭的司法覆核案件 這件事也在這個禮拜 以及之前的禮拜搞到滿城風雨 也成為建制派也好 甚至港澳辦的黃光雅也好 也在討論這個話題 在於香港市民來說 當然你看到這個禮拜 我覺得有點痛心 這個很民粹的情緒是真的出現了 會覺得說真的 外傭在香港很多年 幫香港的經濟貢獻直接也好 簡潔也好其實是做了很久 但突然間就是因為有這個案件 原本案件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被人挑動在這個族群之間的矛盾 其實外國這些算是一個很強的hate speech 其實是可以坐的 首先非傭也是人 非傭對香港最大的貢獻 特別對香港女性最大的貢獻 就是因為有班非傭跟我們主持家務 所以我們一般的家庭主婦都可以繼續發展事業 在歐洲或特別美國這些發達國家經常有問題 就是女士們結婚生了兒子 很多時候都在家做事 因而事業受影響都很大 你看到香港女強人多 其實這也有關係 你不用先回家照顧幾年兒子 否則你再出來做事總吃虧 不管怎樣 即是她是人 她是人 她亦會循法律途徑去爭取她的權益 她是人 於是便說原來打官司都可以 他們便會循法律途徑 請大律師爭取居留權 那你行不行一回事 法院怎樣判又是一回事 那她是人 行使她的權益 去爭取她的權益 那她有沒有犯法呢 沒有 那你要尊重別人的權利 她行使她的權利 你喜不喜歡一回事 她沒有犯法 她是跟你的法律 去爭取她的權益 那我們都要很理性地去尊重別人的行動 不能夠立刻罵人 因為這個建制派包括自由黨 自由黨主席劉建宜 新民黨葉劉淑儀 還有民建聯一大班地區人士 甚至是民建聯的副主席張國軍律師 都在說一些不是很符事實的說話 首先我想大家都未一定記得 其實現在的入境條例 是臨立會在回歸之後 十天內極速通過的 只用了十分鐘就已經可以搞定那三毒了 你試試反高鐵撥款 你試試高鐵撥款 可不可以十分鐘搞定 就是完全是想到 其實立法的情況是有多粗疏 那時候其實已經是有一些外傭的 僱主協會團體提過這個問題 有機會會產生一個矛盾 你們理不理啊 結果臨立會都不太理 因為如果在七月十日之前 其實外傭家庭員工來香港 只要做夠七年都可以申請 不一定批假申請 但七月十日之後就不行了 連申請都不可以申請 現在其實整個司法覆核的案件 都在講申請權 而不是自動享有居留權 那很多人就混牙了這件事 也都因為大家對這個法律也好 或者條例也好這些規則的理念不夠清晰 就可以manipulate 講一些很不符事實的事情 如果外傭司法覆核碰了 自動享有居留權 有三十萬女傭可以居留 還有在鄉下找他早家 再找多三十萬人來加 於是六十萬人 嚇死很多人了 那香港就綠沉了 這些完全是不符事實的 即是不明白為何可以在這個時間 這麼不負責任地說出來 除了是為… 即是我想的 區議會選舉 選舉之外 亦都是想分薄了大家 對於大保機制諮詢的一些 focus 其實這個時段還有很多諮詢 國民教育、機場、版權條例、 此線註冊、競爭法 哇 這麼多諮詢 其實是很多時間需要公民社會做事 但是特意搞一個 這壇這樣的事出來 擺明是有人禁制 黃光雅都叫 黃光雅第一個走出來 破壞香港法治 就說 喂 葉劉 你們提香港釋法好 即是不改基本法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一個法治的社會 大家尊重社會多元化 有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 按照法治的規矩 去爭取權益 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各司各法 菲傭會覺得 我也可以打官司 贏贏一回事 你喜不喜歡 知不知他們一回事 他們有權這樣做 反對他們的人 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亦都是侵法律的途徑去處理 你又可以跟他打官司 你亦都可以希望在這個立法會修訂的法律 因為打完官司之後 那個法官判是根據現行的法例作出判決 你便改了法律 你在美國 因為舉了三權分下 政制經常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很多案件 你如果輸了 如果這個是最高法院判你輸了 你便要先接受 你如果能夠有這樣的政治上的支持 你便在國會通過一個新的法律 法院沒得說 現在是新法律 是國會通過新法律 其實你有很多種途徑 你可以打官司打贏 你可以官司輸了 無所謂 你便修改法例 你當然可以再修改基本法 各司各法 你便用法律體制底下的種種的渠道 種種的機制去爭取你的權益 這是一個法治社會 一個尊重多元化利益的社會 基本遊戲規則 所以聽到黃哥說不如叫香港釋法 要求釋法真的驚訝 基本上行政長官連同行政會議 是可以做到入境條例的修訂的建議 之後拿到立法會過 你過了便可以 過不了 過不了你便再給多一次 不可以便解散立法會 其實基本法裏面雖然有很多漏洞 但亦都有足夠的體制可以讓你做到 你想做的一個政治的舉動 但如果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便一定要問責 這是很正常的遊戲規則 大家也明白 從建制的角度來講 他們是有絕對足夠的多數票去修訂法例 沒錯 再進一步或者退一步 行政機關亦都要有這樣的權力 好似新加坡為例 譬如我們的費用兩年一個約 三個約 勞工處便不批 一般來說三個約後我們不批 要送你回祖家 新加坡都是這樣做的 譬如我們大學教書的朋友 第一個約三年 第二個約三年 好了 新加坡政府便看看你 值不值得在大學給你一個長約 你可不可以靠 因為你有第三個約 即住多於七年 便可以申請你九居留 以後成為公民 所以他的關卡便在這裏 兩個約六年 新加坡政府便看看你 可不可以讓你留 否則便請你回去 終止合約 香港都可以這樣做 一般非用的合約 我們都是三期 六年之後 除非是特殊情況 一般我們都不續約 亦都可以解決問題 講來講去 有很多方法解決問題 大家應該規規矩矩 尊重這套基本遊戲規則 尊重法治的精神 各自循法律途徑 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而不是隨便去罵人 亦都不是隨便去嚇人 說回外傭的處境 其實大家不要想到 這些藍亞裔的家庭容工 一定要在香港打工 對於他們來說 給這個中介費 已經差不多是去到他們接近一年的人工 他們第一年差不多是白做的 如果你說你只可以給他四年的時候 他就變成出來只賺香港 只賺三年的人工 對於現在的杜拜、新加坡、加拿大 這些渴求外籍家庭容工的地方 其實香港相對之下不吸引 這個是一個實在的真正政治 大家都要想清楚究竟是否要這樣去 另外也有這個很奇怪的 這幾天傳統的左派報紙 竟然說廣東省準備輸入 已經準備好 可以輸入廣東省的內地勞工來香港 不是說嚇大家 但其實這件事都說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關係上 其實你知道當我們最早輸入外融的時候 大家都想一件事 為何不從國內來 因為人們懂得說廣東話 比較容易融入 例如我媽媽 她不是很懂得說英文 現在我們請菲庸幫幫她手 也有些困難 但當時社會上一般的意見 你在國內來 她很容易在這裏結婚 留在這裏 起碼菲庸在這裏結婚 找到對象 落地生根的機會小 其實當時都有這個社會上的考慮 你所說的另一個問題 當然就是菲庸的選擇 我想我們很膚淺的理解 香港的人權的保障是比較好的 如果他們去到中東的地方 有時被人虐待也有冤無路數 可能身水高一點 但他們真的害怕 香港的好處當然是 身水也不頑皮 但是人權有些保障 但他們來說 最好的肯定是加拿大 直接可以拿居留權 因為加拿大地大人少 他們可以拿居留權在這裏做 拿居留權 很快就會成為公民 成為加拿大公民 你問菲律賓人 各個首選 一定是加拿大澳洲這類國家 香港就次選 但是人家肯不肯來香港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勞工市場 你選人 人選你 所以 還有一件事 當時說廣東旅遊不行 其中一個原因是 怕他們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權 因為始終是中國籍的身分 但是自從入境條例新的那條 就是臨立會通過那條 通過之後 其實如果他們拿這個 家庭用工的規定 來香港 根據現在現行的入境條例之下 都不會獲得審批 所以其實這個 已經是因為公種的問題 產生了歧視 現在客觀地 其實是一個種族的問題 因為南亞語比較多 但是實際上 其實無論你是加拿大 有英國人也好 有澳洲人也好 你想來香港做家庭用工的 你也是無法拿居留權 所以其實是一個公種的歧視先 但是到最後這個公種歧視 客觀地就變成了 是一個種族和家級的歧視 當然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大家可能在貧富懸殊 開始很緊張福利 是應該誰拿到 誰有權可以居留 享受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和福利 我們承認這個問題 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起碼我們都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心平氣和地 尊重基本的人權 亦都要明白 爭取維護本身的利益 有很多法定的途徑 有很多合法的途徑去做 亦都不需要 下一個去攻擊別人 亦都不需要下一個去嚇人 好 休息回來再談一下 這個大律師的行為手足 希望大家都明白 公民黨不是特意搞事 休息回來再談 回到國情講程的時間 我用司法覆核的案件 大家都覺得好像是跟公民黨有關 跟公民黨有關唯一一個蠟燭點 建制派就說是因為幫他們的一個 我們的黨員李志喜大律師 這樣就死火了 或者你向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大律師的基本的守則 基本的義務 基本的專業精神是包括甚麼 根據大律師公會頒布的 Code of conduct 他們的行為守則第21條 其實是說明除非那個案件會令到他有利益衝突 又或者是很難打 對於他來說是有一個難度 甚至不是他的 在這個大律師公會的 專長範圍裡面 否則他是不可以去拒絕受理任何的案件 這個道理就跟你在機場的的士站搭的士一樣 的士司機不能拒載你的 如果你搭的士的話 你不可以說你折駕大魚山的士 南的就說要去香港島 當然是不行 或者折駕新界的 之後就去觀塘 一定不是的 你折駕市區的士他一定要哪裏都載你去 他就要哪裏都載你去 這個其實就是大律師的行為守則 變成大家都要遵守 所以如果民建聯有大律師 有大律師是民建聯的會員 有人提供了這個案件給民建聯的大律師 他都要接的 如果菲蓉很喜歡他 認為信任他 其實大家都知道 換一個角度看 我們都知道 譬如說 別人很討厭他的殺人犯 或者別人很討厭他的強姦犯 有很多次案底 如果他找一個大律師 那你這個大律師去跟他辯護 他都是盡他的專業守則 所以要求他的工作而已 你不能夠說 哇 你做大律師 怎麼可以去跟一個殺人犯 強姦犯辯護 然後到時這個殺人犯被人放了 哇 你這樣的人你都幫他 打掉了官司 讓他現在又逍遙發外 不用去坐牢 我們很多時候看電影 看新聞都有這一類的誤解 或者這一類的提法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你當大律師 你就有責任有義務去聽別戶 你要盡你的力去幫他手 雖然在社會的角度覺得 為什麼你可以跟殺人犯 強姦犯 打官司的 但是在普通法的情況之下 未被定罪之前都是假定無罪 假定是innocent 大家不要看TVB的 看得太多了 現在的困難 現在不公道的地方 有很多時候小市民 一時不明白這些東西 或者不明白這些道理 但是其實各個政黨的高層 真是各個都明白 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剛才所說的 基本道理 絕對不會說他不知道 不懂不明白 但是都紛紛跳出來 用這些問題作文章 似乎真是第一不公道 第二在政治方面的立場 都反映他真是有少少薄模 你明知這樣屈人是不對的 其實你知道 你都繼續有得屈就屈 即是一個政治人物的操守和立場 真是有欠公道 其實他們這樣做都有點無賴的成分 尤其是民建聯的副主席張國軍是律師 謝偉俊他自己又是律師 之後還有劉建宜 自由黨主席又是律師 但是不明白為何要出 葉劉淑儀做過保安局局長 沒理由不清楚這個入境條例 好到最後說 陳曼琦 陳曼琦律師雖然不是立法會議員 但是他也是一個平基會裏面的委員 他跟謝偉俊一樣 他是平基會委員 但是平基會委員 或者平基會組織的角色 就是要自力去消除一些 歧視 任何歧視 種族的歧視 這些事情 但是很明顯 這次謝偉俊 真的 謝偉俊和陳曼琦 我們見得到對法律有相當好的認識 教育水平很高的政黨領袖人物 這樣說話是令人失望的 反過來我自己也有個人經驗 有一次上的士有個的士司機 都說我們不能給那麼多菲律賓利用來的 我們地方小 他有這樣的論點 我明白 我可以向他解釋 但是這班人 個個都知道 剛才你所說的大律師的義務 大律師的公約守則 都還這樣去屈人 真是不公平 而且是別有用心 好在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經過人大第一次釋法 講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之後 大家發覺到最後沒有167萬 就是葉劉淑儀所說的數字 最後特區政府只遣返了8000個 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回到大陸 排隊每天150個 現在的數字還未用盡 我想如果經濟Michael 經濟繼續蠻下去 很可能反轉 我們反轉 我們反轉去龍華 越來越多人去 得上就業 所以其實167萬 又沒有再存在 這次大家看到的伎倆其實是差不多 人也是那幾個有關葉劉淑儀的意思 劇本又差不多 所以其實幸好 現在資訊流通又發達 大家亦都可以在互聯網上面 可以看看這些整件案件的資訊和流程 但最慘的就是有些人不是真的上網 而且你都知道 我們香港人對這些問題 應該有特別較為深刻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小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年輕人去外面讀書 有時他都想在當地找到工作留在這裏 我們都覺得自然而言的事 大家都有親戚朋友 他去了加拿大讀書 想留在這裏 我們當然亦都希望 我們香港的市民 我們香港的親戚朋友 去到別人來都受到禮遇 受到合法的對待 大家亦都知道我們天安門事件之後 我們香港人真的很多人都去移民 我們移民去別人 我們都希望作為一個移民 在各方面都不要受到歧視 在各方面都受到尊重 當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希望得到這樣 我們現在我們在香港 又對別人這樣 真是很公道 你經常都要將心比己才行 因為這是香港人經常的經驗 反過來如果國內的人 他好日都不出國 他可能沒有那麼感受 但香港人對這些問題 其實感受真的很深刻 因為大家都有 實有親戚朋友 去那裏讀書想留在這裏 實有親戚朋友去移民 除了這班人之外 其實大家在之前 或者整個社會 之前是很討論一件事 就是內地人婦 就是來港產子這個問題 始終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但是就強行下來香港生孩子 今天又有個個案 就是在香港水域加船上 產子其實很危險 但是大家又忽略了 其實這些過去回歸了那麼多年以來 去討論這個居留權 又或者是關於基本法的一些 漏洞或矛盾 或者是雙隔的地方 令到自由行開始之後 那麼多這些內地的父母 父母都是內地人 帶來香港生子女 令到公營的醫院 其實壓力又增加 令治又有福利的論述 可能大家在這幾年以來 對於這個問題的驚慌 令到今次的討論 是轉趨了不是理性 其實又回到那句 我們經常中國人說這句 己所不欲 物事於人 當我們大家香港人 其實都有這樣的經驗 不是自己但親戚朋友 就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 大家爭著去移民的時候 我們都見到有相當的香港人 都是去美國去那些地方產子 就希望起碼兒子都有 外國的居留權 亦都很多時候闖關的時候 會穿厚一點的衣服 或者提早點去 不要福大便便 過關人當然不讓你過關 你可能找個親戚朋友 在那裡住五六個月 兩三個月你就去 其實我們接觸這些朋友 特別是我這樣的年紀 在80年代90年代 更加接觸多這些例子 但我們譬如你聽你的親戚朋友這樣說 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 我也理解的 人家過去都很辛苦 很多犧牲 當然我們亦都希望別人 都好好的代我們的親戚朋友 代香港市民 但很多時反過來我們 只有我們採香港 我們又不同了那種看法 但同時間亦都有點矛盾 我和你都是一些學校生活的人 現在開始或者這幾年 過去十年其實很多內地的學生 是來香港讀書的 讀完書不完業之後 就在香港做事找到份工 又開始來香港讀書計 學九七年 就可以申請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 我們香港雖然在大陸 在學校裏面 我們本地生 有時對於內地生 也有些閒言閒語 爭宿舍 主要爭宿舍 但是到最後 他們做到香港人 亦都對香港經濟有貢獻的時候 其實都不太聽到香港人出聲 所以完全是我自己 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很詭秘的事 究竟是因為建制派去挑動 這個原本不存在的種族矛盾 還是其實大家對於這個事件 不了解引致沒有信心 亦都相信了這個恐慌 首先第一件要求 大家對事情要有基本的了解 媒體也好 政黨的領導人也好 你都要將自己所知道的實情 向市民解釋 如果你反為明知那件事 你還倒轉來 作出種種的煽動 作出客人的言論 就真是很不應該 國情講程到這裏 我們繼續密切留意 這個司法覆核案件的動態 下一集再見